我们打开周报第二页 我们要一同来思想 周报第二页 我们要来思想今天的信息 那同时请翻开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 《使徒行传》六章一节 跟教会的周报 我们要来看教会同工的设立 我们一方面开 打开周报 一方面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 几年前 我们教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其中有一项是想要了解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灵命的成长 跟他信主年日的长短 有没有关系 我们那个调查是在了解许多的事 可是有一项是在了解 我们教会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 跟他信主年日的长短 有没有关系 结果出来之后令人惊讶 令人惊讶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资料显示 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 初信主到信主五年 他灵命的成长 成一个曲线的方式成长 就是他会成长 但超过五年 成长就减缓 甚至有很多人就已经停滞 换句话说 刚刚信主五年之内是火热旗 是会追求 会想更认识神 会想好好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子 可是五年之后 长成什么样子 大概就维持在那个样子上面 不会再有很大的改变 金元长老 跟我们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以为十年有十年的样子 二十年有二十年的样子 三十年有三十年的样子 我不要问你有几年 那我也很丢脸 我四十几年 可是他告诉我 告诉我说 我们教会的资料显示是这样 我跟他说 不要太惊讶 虽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 这不只是我们教会的特殊现象 不是 这是个普遍的现象 大部分的基督徒 无论你是华人 或不是华人 大部分的基督徒 都有这个现象 就是什么呢 他大概到五年的时候就停了 很奇怪一件事情 虽然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但许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除非他碰到生命上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经济上碰到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工作上碰到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家庭上碰到很大的变化 比如身体上碰到很大的改变 比如环境上有重大的改变 不然大部分的基督徒 他就这样子了 很奇怪一件事情 有没有人例外呢 当然有 哪些人例外呢 如果我们不想成长停滞 如果我们想一直经历神 如果我们盼望一直成长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主动可以做的事呢 主动可以做的事呢 我们刚才说过 被动的成长是有的 什么是被动的成长 被动的成长就是神逼我们成长 被动的成长就是神用环境造成我们不得不成长 神用外在的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去依靠他 去寻找他 我们就成长了 如果我们读旧约 旧约创世纪的雅各的儿子 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成长 为什么他可以一直在成长呢 因为他十七岁被他的亲哥哥 把他卖给了以什玛利人 弟兄姐妹 他会不会成长 喂 他不得不成长嘛 十七岁被自己的亲哥哥卖 你想他能不能不成长 他一定要成长的 之后他来到波提法的家里面 他不得不努力的工作嘛 因为他是外籍劳工嘛 他不得不成长 他被波提法的妻子勾引的时候 他不得不仰望主 因为不是这样死就是那样死 对吗 他接受波提法太太的勾引 最后怎么样 死路一条嘛 他不接受波提法太太的勾引 也是什么 还是死路一条嘛 如果约瑟说了 约瑟做了 他是死路 他不做 他还是死路 他不得不依靠神 他不得不仰望主 他下到监狱 久正答应他要把他救出来 忘了几年 两年 他不得不靠主的恩典而不生气 一个人答应要救你 让你在监狱里面再等两年 生气不生气 要不要依靠主 你要不要借钱给我 我两年不还你 你试试看 你一定要依靠主 你一定要仰望主 这是被动的成长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有被动成长的可能 当有一天你健康检查 对不起 我健康检查的时候 医生告诉说 有资料显示 我有可能得了不治之症 这个就是被动的成长 有一天忽然得到一个消息 我们家庭有重大改变 这是被动的成长 有一天我们感觉 我的工作好像不保了 从这样迹象看起来 我要失去我的工作了 这个是重大的改变 这只有逼着我们去依靠神 因为自己靠不住了而成长 因为我们被逼得 没有办法依靠神去成长 这个被动的成长 诗篇上面也说 神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 弟兄姐妹 要不要成长 要成长 这是被动的成长 弟兄姐妹 你喜欢被动的成长吗 不要讲 不要讲 有没有人喜欢被动的成长 有没有人 你们动作太慢 要赶快说不要 谁要被动的成长 我想大概没有一个人 喜欢被动的成长 因为被动的成长太辛苦 因为被动的成长太吃力了 更何况环境的改变 所带给我们的压力 有可能使我们灵命成长 请问有没有可能 使我们的灵命一蹶不振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的 所以被动的成长 一方面当然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但另外一方面 也取决于我们的反应 和选择 是选择依靠神 还是我们选择放弃 灰心 丧志 甚至放弃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如果有可能 我们每一个人 都宁可要主动的成长 而不是被动的成长 对吗 要大声一点 对吗 对 那不然我就祷告 让神让你有被动的成长 你知道我们是 坏啊 这是好事 对你是好事 那你要选择主动的成长 还是被动的成长 那你需要选 主动的成长 什么叫做主动的成长 那弟兄姐妹 谁也可以不理我们的 不成长嘛 不成长你更辛苦 不成长你没办法胜过罪恶 不成长你没办法受过压力 不成长你没有办法面对环境 可是如果你要成长就有两种 一种是被动的成长 一种是主动的成长 今天我们要分享 怎么样主动的成长 怎么样主动的成长 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信主 五年之后仍然继续不断的成长呢 那就是服侍 那就是服侍 什么叫做服侍呢 狭义的服侍是指在教会里面 做一些工作 做一些看得见的 去服侍人 广义的服侍 请你注意听 则是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学习做每一件事 都是为主做 不是为自己做 为别人做 我再说一遍 狭义的服侍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你到教会里面来服侍 广义的服侍 是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学习做每一件事 都是为主做 不是为自己做 不是为别人做 那上次我们提到 使徒行传第六章 耶路撒冷教会发生了危机 以后发生了危机之后呢 门徒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设立了新的童工 来满足教会的需要 设立新的童工 来服侍弟兄姐妹 因着这一个决定和执行 我们来读第六章第七节 因着这个决定和执行 他们选了新的童工 产生什么结果呢 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 预备 请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 注目加征的圣多 也有许多祭司 信从了这道 这里提到 因着他们把童工设立起来 以后神的道兴旺 这实在是很稀奇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第六节 是讲他们 安守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就设立了新童工 但结果就是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 加征的 数目加征的圣多 也有许多祭司 信从了这道 那今天一方面 我们要继续看下去 看这一段 来看教会 怎么样设立童工 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 学习做童工 或励志 在你的生活当中 学习 每一件事情 当我们做的时候 都不是为自己做 甚至不是为别人做的 乃是为主做的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第一 设立童工的前提 什么情况需要设立童工呢 请我们来看六章的一到四节 我读一节 你读一节 我们读完一到四节 那时门徒争多 有说西里尼话的犹太人 和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所以弟兄们当中 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今天教会的服事 都必须有人做 刚才各位看到 如果你早一点来 你会发现我们在这边 有些人在设置这一个麦克风 然后我们围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那边祷告 因为教会要很早就有人来 做一些预备的工作 其实今天就是第二堂了 第一堂更早的时候 所有的器材都要启动 然后要去测试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使用 主日敬拜需要有领会 需要有讲言师 要有诗琴 要有诗班 要有招待 刚才第一堂人也不少 为什么 因为第二堂现在在练诗 他们就跑来第一堂 参加主日敬拜 或者第三堂来参加主日敬拜 因为第二堂他们要练诗 所以他们就集合去了 我们需要有柜台 我们需要有音控 我们需要有行政 甚至需要插花 那今天还有剥饼的童工 所以教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就一个主日崇拜里面 在牧养的时候 我们发现要有小组长 要有联络 要有关怀 成长部需要有儿童主日学老师 成人主日学老师 有各样的行政的工作 当我们读使徒行政 刚才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童工的设立 第一请你写下来 要针对实际的需要 要针对实际的需要 设立童工 很多的时候教会 不是这样做的 特别是一个在历史悠久 发展过程当中 一个稳定的教会 比较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一个教会 久了以后会疲乏的 以后我们设立了许多童工 教会设立了一个童工的位置 我们就一直摆一个童工 在那个地方 我们不太调整它 如果没有摆一个童工上去 我们就觉得怪怪的 这个工作虽然现在没有人做 可是将来会不会发展起来呢 所以我们摆一个童工在上面 可是教会 如果有个新的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一个童工 说你尖的去做下那个事情 可是从这边我们看到 初代教会不是这样 当他们初代童工 在建立的时候 他们针对实际的需要的 实际的需要的 初代教会使徒们 看重祈祷传道 所以十二使徒 都在做祈祷传道的工作 以后就有饭食管理的需要的时候呢 没办法他们也监着做 后来就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十二使徒 说我们还需要花时间 在祈祷传道的上面 所以他们就在 饭食管理有需要的时候 设立服饰的童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也是应该这样 有什么需要就设立 怎么样的童工 至于有些服饰 如果阶段性的任务 已经结束了 其实这个童工就位置就可以拿掉 可是你知道大部分的教会 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我们觉得这样会不会得罪人 会不会将来我们没有考虑很多 特别是已经僵化了以后 就非常的可惜 这是第一 要针对实际的需要 第二 所设立的童工要有真实的负担 请你写下来 从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所设立的童工要有真实的负担 设立童工不是为了名分 不是授予官位 不是说一个基督徒 到我们教会很久了 我们不给他一个职份做作 不好意思 或者说这个人灵命看起来也蛮好了 我们要安插他一个位置 或者有一个弟兄姐妹说 我对教会没有认同感 我对教会没有归属感 我们就开始安排他的服饰 其实让一个人服饰 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让一个人服饰最主要的是 在实际的需要上面 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 有真实的负担 因为服饰神 服饰人在教会服饰 这一件事情是需要有服饰的动力的 就是我愿意做 不是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不是说我来就要把事情做好而已 它没有发展性 没有动力 没有想要做的事情 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 你在教会里面的服饰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你会做不下去 你会不知道为什么 那当然这十二个童工是非常好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来分饼杯呢 我们为什么来分饼杯呢 文员为什么来领会呢 我为什么今天来讲道呢 因为教会安排了嘛 讲云一年前就安排好了 我不讲也不行啊 我推给谁呢 那我就好好的预备就上来 是这样子而已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设立的童工这边 让我们看见有真实的负担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第五节我上个礼拜 已经稍微提过了 我们来读第五节 第五节不太好念 因为有一些名字 可是我要你念这个名字 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这七位童工的名字 我上次说过 都是希腊化的名字 就是希腊文的名字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都不是资深的童工 他们都不是希伯来的名字 他们不是亚兰文的名字 他们不是所谓的犹太人的名字 他们是希腊人的名字 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 可是他们是用希腊人的名字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们从外地回来的 他们不是本地人 如果一个人回来之后 我们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就讲他的英文名字 然后中文名字呢 他自己发音都不准确 你就知道他是住在外国的 对不对 虽然他一脸都华人的样子 而且你还认识他的爸爸妈妈 可是 你说他是哪里人呢 那这些人都是 从外地回来的 当他们需要管理范事的时候 而且管理范事这件事情 是跟希腊化的人有关 所以他们就设立了这些童工 一个人只有真实有负担 他才会付出时间跟精神来服事 如果不是你真的有负担 你在服事会非常的辛苦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新成立不久 大概一两年左右的小组童工 他们在开会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在开会 他们用Skype开会 或者说Skype开会 我说 哇 这么先进 还有用这种工具在开会的 他们就说某某人上来了没有 某某人上来了没有 我看到他们在开会 我都没有讲话 我去那里想说你们能开多久 对不对 对着机器开会 他们开了一个半小时 我真的在开会 我以为他们只是时髦时髦玩一玩而已 过了两个礼拜又看到他们在开会 他们就在那边讨论 让我在旁边吃饭 我就心想说哪有这么多会好开 后来我发觉他们非常的认真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有负担的时候 你就会很认真 可是当你没有负担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呢 有些童工已经老了 我讲的不是年纪 年纪根本不是问题 有的人已经老了 他动动嘴 讲一讲 在实际的服饰上面 他也不愿意得罪别人 人家叫我做我就做 叫我不要做我就不要做 如果会得罪人的就不要做 你没有热情 就把他做 就把他做 不要做 而且做了那么久了 人家叫我做 我不做也不好意思对不对 大家都有人情了 我再说不做也不好意思了 也不好推辞 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吧 那个不是合适的童工 对不起 我不是讲你 如果你是这样 不是我要讲你的 你要考虑是谁在讲你 虽然大部分童工做久了会这样 但这不是我们看到应该要有的样子 因为在这边让我们看见 设立童工的前提 就是要有实际的需要 这件事情有实际的需要 而且你要有真实的负担 为什么这样呢 否则你越做会越枯干 越软弱 你会做不下去 你会做不下去 所以初代教会在设立童工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第二 我们来看担任童工的标准 我为什么不用条件呢 因为标准不是条件 标准是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标准 条件是如果你没有达到 你就不可以做 条件是为了 条件是符合了才能担当 但是标准是你最好要达到这个情况 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先让你做 但是慢慢慢慢你要达到这个标准 标准是我们期望所达到的目标 我们担任童工要以这个为目标 什么为目标呢 下面四个 这在圣经让我们看见的 第一个是六章三节 我们来读六章三节 六章三节 我们来读六章三节 预备 请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我们说生命的成长有两种 一种是被动的成长 一种是主动的成长 被动的成长是神让我们成长的 主动的成长是我们愿意成长的 而主动的成长最要紧的一种方式 就是服事 就是服事 不是读经 我没有说读经不能让你成长 读经会成长 可是如果你想更近身的成长 你需要服事 你需要去服事人 你需要去服事神 你需要去服事有需要的对象 而这个需要去服事人 去服事神的时候 有一个标准在这一边 十二使徒讲出第一个标准是 第一 在教外需有好名声 请你写下来 教外要有好名声 担任同工的第一个标准是 在教外要有好名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教外要有好名声呢 什么是教外呢 就是教会以外 为什么在教外要有好名声呢 因为人会装 人会假 进教会是一个样子 在外面工作 做人做事 生活是另外一个样子 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在这边 十二使徒说 一个教会的同工的第一个标准 是要有好名声 要有好名声 那这个讲法 跟一般教会在选择同工的时候 不太一样 一般教会说 什么是 我们选择同工的标准是 要灵命好 那问题什么是灵命呢 来 觉得自己灵命不好的请举手 不要举手 觉得自己灵命好的请举手 也不要举手 因为我们自己可以评估自己 灵命好或灵命不好 我们很难嘛 对不对 有的人非常的谦卑 甚至自卑 甚至 他永远觉得自己灵命不好 有的人 自我感觉都是良好 对不对 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很好 对不对 头发长得这样真好 对不对 他自我感觉良好 他什么都好 所以灵命太抽象了 那看看恩赐 恩赐要好 这太重技巧了 可是十二使徒很稀奇的说 要有好名声 我再说 我没有说灵命好 不重要 技术好 恩赐好不重要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这里说 要有好名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十六章 使徒行政往后面翻一点点好不好 十六章一到二节 十六章一到二节 一到二节 我们读十六章一到二节 这里是保罗选童工 实际的例子 第一节我念 保罗来到特比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太 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却是 西里尼人 第二节请 路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 都称赞他 在这里保罗选择了提摩太 他在做童工 他看中的是他家乡的兄弟弟兄 都称赞提摩太 都称赞提摩太 这是一个长期的累积 累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比较认识我们的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是我们的家人 比较认识我们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教会的童工 还是跟我们一起同事的人呢 有一次有一个童工服事了很久 后来他处理很大的问题 那我就觉得很难过 而且我觉得他灵命这么好 他表现这么好 他教会里面这么有见证 为什么这样呢 后来他一个同事 我碰到他的同事 他的同事跟我说 我们不稀奇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他在我们公司的表现 一直都是这样的 听得懂吗 他在公司的表现一直都是这样的 在教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在外面有好名声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消极的原因 那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所讲的 我念给你们听 他上面说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就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还有一个好名声 要有好名声的消极条件 就是做同工的人 如果在教外没有好名声 会被人毁谤 会被人说 你是基督徒啊 我不相信 你还是教会的重要干部 那怪了 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外面 有被人家这样讲 我们心里很难过 我们有时候会软弱 我们会跌倒 当一个人被别人指出来 特别我们的同事 特别我们的家人 特别我们的邻居 而我们发现我们理外不一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跌倒 我们很容易跌倒 就对自己失望 因此就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我有一次车子停在那边 过了两天 我去我车子挡风部里上面有一张纸 上面写李牧师 你的车子造成我的车子车险 请你打电话给我 李牧师 你听得懂吗 我看好紧张抽起来 赶快打电话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他就下来说 你的车子撞了我的车子 我不知道我的车子撞了他的车子 后来当他花了时间了解 他硬说我的车子撞了他的车子 他说撞了那两个地方在什么地方 后来我一看 他大概有点误会 不是我车子撞的 不是我车子撞的 可是后来我觉得说 我如果留下他一个不好的印象 我的意思是说 他觉得我撞了他 跟我事实上有没有撞了他 这是两回事对不对 可是他真的觉得我的车子撞了他 虽然不是我的车子撞了他 可是他还是觉得我的车子撞了他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认定是我的车子撞了他 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只好 我就跟他说 看起来不像 不过我还是在他的那个手机里面 给他留一则短信 就是简讯 我说看起来不太像 因为我跟他解释了 看起来不太像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撞了他的车 我也不知道我撞了他的车 我都不知道我撞了他的车 那我有撞他的车吗 对不对 这是很大的问题 不过我还是跟他写说 如果你真的认定了是我撞了你的车 我愿意赔偿你 因为他要的也不多 但如果他真的觉得我撞了他的车 我愿意赔他 因为我不想因为这样一点点的事情 造成我们两个的紧张 我也不想让他觉得说 你为什么撞了我的车不赔我 我真的没有撞他的车 可是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没有叫你要这样做 这是每一个人的想法的问题 可是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考虑民生的问题 还是本人生下来就这副德性 你要就来相处 不要就算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 跟我们的里面有关系 所以看起来是有好民生是外在的 其实可能是内在的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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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圣灵充满 请你写下来 二 要被圣灵充满 同工担任的第二个标准 是要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是我们教会过去 比较少提到的主题 但是因为教会已经 在今年定了行在圣灵中 所以我相信过去 现在甚至在未来的年日里面 会有很多的讲员提到 圣灵充满的问题 今天我们只稍微提一点点就好了 第三节说 所以弟兄们当中你们中间选出 七个有好民生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滞的人 第五节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贤选了司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 下面怎么说 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这里面两节都提到 圣灵充满 在初代教会被圣灵充满是十二使徒 第一次提到同工设立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标准 在当时被圣灵充满 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 因为有一些外在的显示出来的样子 这不表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没有被圣灵充满 不表示这样 也不表示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 其实最主要的事情是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被圣灵充满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那我再讲一遍 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没有被圣灵充满 那什么就是被圣灵充满呢 圣灵充满当然有一些外在的表现 将来我们会多说一点 今天我只点过去就好了 但更重要的事情是 圣灵充满带给我们内在的改变 一个人被什么充满就表现出什么来 一个人被骄傲充满 你远远的就可以闻到骄傲的味道 一个人被嫉妒充满 他所讲他所做的事情 就会表现出嫉妒 一个人被金钱充满 我们都有经验 就天天想着钱 对吗 你没有 再赞美主 一个人被酒精充满 他就失去控制 一个人被恨充满 他就看到那个人 怎么看都不顺眼 怎么看都不顺眼 他就想伤害他 他真的想杀人 那么被圣灵充满 一个人会怎么样呢 因为圣灵就是神 被圣灵充满 就是神充满在我们里面 弟兄姐妹 那被圣灵充满 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个结果就是 神就是爱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爱 他就会爱 那你怎么知道 你被圣灵充满呢 我告诉你 如果你会有爱 自然从里面流露出来 我告诉你 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 一个真实的结果 当你认识神的时候 你就发觉神大有能力 弟兄姐妹 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就有能力 什么叫能力呢 能力不是就搬一块 很大的石头 能力是自伏己心的 强如取成 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会知道什么话该讲 什么话不该讲 你不仅知道 而且你有能力 说出应该说的话 跟有能力控制自己 不说不应该说的话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个需要很大的神的能力 可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很奇怪 你就觉得不太困难 为什么 因为那个能力在你身上 你知道可以拿五十斤的人 跟可以拿一百斤的人 是不一样的 如果那个东西是六十斤 我告诉你拿五十斤的人 就面红而赐 可是当他能拿一百斤的时候 他今天就提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大有能力 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就有圣洁 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圣洁 被圣灵充满的人 按照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圣灵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什么 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主的见证 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有一个表现就是 他喜欢讲福音 他喜欢讲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 所以担任同工 表面上看起来 在教会里面是做一个工作 广义的来说 在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 是为主做 不是为人做 请问这个需不需要 有圣灵的能力 需不需要 你别开玩笑了 当然需要 当然需要 一定需要的 否则你插花我告诉你 当别人有称赞你插花插的潮的时候 你没有问题 当别人不称赞你插花插的时候 你就怎么办 你就不太开心 对吧 当你插花插了很多年 从来没有人在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很痛苦 是不是 我不知道端饼杯的感觉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端饼杯给别人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是为人做 还是为自己做 还是为主做 当然我只敢讲同工了 弟兄姐妹 我是不敢讲你们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被圣灵充满这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渴慕 我们当然要分辨 我们会再找机会 再找机会讲这件事情 可是今天我们只要向自己宣告 我要被圣灵充满 弟兄姐妹 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的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自己说 我要被圣灵充满 请 这是第一步 你一定要我要才行 因为圣灵只给渴慕的人 我要被圣灵充满 我要被圣灵充满 第三 请你写下来 智慧充足 智慧充足 六章三节讲的第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有好名声 第二个被圣灵充满 第三个智慧充足 第三个智慧充足 这是初代教会所提出来的原则 智慧充足的意识 不是这个人比别人聪明 智慧充足的意识是 我们愿意想办法 肯想办法 经验累积出来 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 什么都会的 技巧都是学来的 在失败当中锻炼出来的 过去这个礼拜 我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 在做检查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医生真厉害 他在操作机器的时候 真厉害 很快就弄起来了 我就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厉害 那并不稀奇 因为他们一直做 一直做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某一个专业的人员 你也是这样 有些东西我们看都看不懂 对他来说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一而再 再而沾的反复的做 我看到那个医生的时候 我想说他怎么那么厉害 后来一想也对 七年的医科对不对 累了个半死又做英课 是不是 以后又被上面K的打 是不是 然后什么都叫你做 做完了你又弄错了又弄 然后到最后终于 他有一点那样子了 有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医生 他就简单简简单来讲几句话 他就很简单 很简单 有的时候像我们学法律 他讲的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觉得都不重要 只有这件事情重要 他就觉得你都 你没有好好听我讲 不是 你讲的东西都不重要 所以律师最常跟当事人说什么 你知道吗 You shall love 我当事人出钱 不是 你在浪费你的钱 你知道吗 一个小时八千块 你一直在讲都是你的钱 应该我来问你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来问你 在帮你省钱 他说我还要讲 我们家伙有个弟兄 他告诉我说 他要请个律师 我说好 他就跟我讲得很复杂 我说你讲简单一点 他说不是 你不知道 他讲了很多 可是对本来说 那都不重要的事情 我就说好吧 我说我帮你找律师 后来他就跟我说 要找三个律师 我说都是钱 他说没关系 后来就找了律师 三个律师来了 你知道吗 三个律师去看他 一个律师 一个小时八千块 很多年前 一个律师 一个小时八千块 三个律师 三八二十四 一个小时有两万四 律师出来 连路费都算你的 时间都算你的 后来我就说 我带你去律师事务所 他要三个律师 我说不要了 一个就好了 他说三个 我还跟他说 你先全部告诉我 到时候我帮你告诉他 告诉律师 然后我帮你节省时间 然后律师再问你 再回答 他不要 他要自己讲 你知道那天讲了三个小时 我坐在那边 我是在没办法 我说我帮你讲 我帮你讲 他要自己讲 那律师怕什么 坐在那边 反正坐得也是拿钱 可是他不知道 什么是重点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不是他笨 他不知道 那不是他的专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什么叫做智慧充足 智慧充足就是我们要学 有一句话说 没有笨的人 只有懒的人 对吗 哪里有笨的人呢 你只要肯学习 你就学了起来的 过去这个礼拜三 过去这个礼拜三 我到台中去讲一个 特殊儿亲子福音营 知道特殊儿吗 就这个儿子的发展里面 有一些问题 他是特殊儿 他们前面有四天三夜的训练 辅导训练 后面才有四天三夜的赢会 我从来没有听过 前面的训练有这么长的时间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必须要好好的训练 他们才可以面对那个状况 那我去那边 那他们常常要请我去 给他们鼓励他们 这些前面的孩子 因为后面的孩子不需要鼓励 你知道吗 前面孩子才需要鼓励 那我那天去的时候 有19岁到26岁的学生 有80个来学 怎么样在往后的四天三夜 要来辅导特殊儿 大概每一个特殊儿 需要两个辅导 加上那个特殊儿童的爸爸妈妈 可是他们那个营会 办多少个特殊儿童呢 我告诉你 50个特殊儿童 你知道50个特殊儿童在一起 会把那个场地都拆掉 你们知道不知道 会疯掉啊 有一个人跟我说 有一个特殊儿童 有那个电动的那个投影机 有没有 有电动的那个投影荧幕 有没有 他在一个多小时当中 按了一百多次 按下去 下来 对不对 他按了又上去 他就跑去玩 又跑回来 又按 他又下来 按他又上去 可是你不能不让他按 因为你会控制不了他 只好让他按 一个小时 他们在那边聚会 按了一百多次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他觉得很正常 后来我就问他们说 今天来参加这个特殊儿童 这个亲子福音营的 是第一次来的请举手 有80%的人举手 我说你们要小心 后来又 我说完全不知道特殊儿童的 你没有跟特殊儿童一起生活过的 我讲生活至少要两三天 那个看到别人有特殊儿童 那个不叫做 你知道 你要跟他稍微生活一下 有40%完全没有跟特殊儿童交往过的 我说为你们祷告 真的要好好为他们祷告 他为他们祷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特殊儿童 有一个医学院 大七孩 医学院刚毕业的 很高兴 他特殊的经验 而且前面四天三夜都训练好了 后面的四天三夜 到第二天 他就quit了 医学院的学生 为什么 因为那个特殊儿童 他负责的那个特殊儿童 手才刚刚举起来就打他了 他看到那小孩子手一举起来 啪就打上去了 他气得就跟我们说quit 为什么呢 我从小长到那么大 我都大学毕业了 我是医生 学生怎么打我 学生为什么不能打你 他是特殊儿啊 他就说我不做了 你不晓得说你四天三夜 所有的训练 一天你就失去耐性 两天你就灰心了 三天你就走人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当我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好好的学 无论如何都咬着牙说 我绝对不quit 你明天来就有经验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智慧充足 我知道你不会服侍 没有人天生会服侍 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人 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学不会的东西 我们跟邻居相处也不容易 我们在工作岗位上面也不容易 可是什么叫智慧充足 就是我们肯学 我们肯学 累积经验 想办法 想办法 你慢慢就学会了 第四 我们最后一个 大有信心 大有信心 使徒行传 在这边提出最后一个标准 就是大有信心 什么叫大有信心 就是相信神能 相信神肯 相信神能 相信神肯 刚才我们说狭义的服侍 在教会当中 找到一个我们可以付出的地方 什么叫是我们可以付出的呢 如果你看到教会有什么地方是 你看得看不惯的 那个就是你可以服侍的地方了 听得懂吗 你为什么会看不惯呢 因为你看不惯是表示 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 你可以做的比现有的同工怎么样 好 这是你假设的 不过这可能是真的 这就是你开始服侍的地方 因为你看别人做不好 你说我来 你来的时候看那个线没有弄很好 我来 你觉得擦花擦的可以更好 我来 没有问题 这是你开始的服侍 可是除非你大有信心 否则你做不下去 你做不下去 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 当我们广义的服侍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一件事情都是学习为人做的时候 这很不容易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公司上班 很努力的付出 我请问你是为谁做的 为自己做的赚钱嘛 还有呢 好一点的就为什么 为家人做的 让家里更舒服 还有呢 为老板做嘛 对不对 那再来呢 有没有人为主做 有没有人为主做 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有一些妻子 她不要去外面工作 她要在家里把自己孩子带成长 她要把孩子带得很好 请问你是为谁做 为自己做 因为防老嘛 听得懂吗 养儿什么 防老 没有 怎么会防老呢 我不是为了防老 我是为了儿女 真的吗 真的 感谢赞美主 只为儿女做可以吗 我告诉你不可以 不可以的缘故是 你后来发觉她不孝顺的时候 你就不行了 对吗 你就不行了 因为你是为她做的嘛 那么为谁做呢 为我们家族做 还有呢 为主做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养儿女 是为主做的 是做给主的 弟兄姐妹 这叫做服事 这叫做服事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 做任何一件事情 传福音给别人 都不是为自己做 不是为别人做 是为主做的 是为主做的 我们今天所有服事的同工 是为谁做 为主做的 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你真的没有能力 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你没有办法 你只有仰望主 当你仰望主 想到神的时候 你就会改变 当你仰望主 想到神的时候 你慢慢就会有信心 你就会有信心 所以真正的服事主 真正的服事 都是服事主 不是服事人 你服事人 你一定要灰心的 你一定要灰心的 甚至你分饼杯给别人 都是服事主 不是服事人 不是说今天缺一个人我来 当然缺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来 对吗 但是我不是给人面子 我不是怕教会开天窗 十二个人只来八个 对不对 没面子 不是 是给主做的 甚至不是我端去的时候 那个人拿得很舒服 不是这样子而已 是给主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叫做服事 我告诉你 如果你肯服事 你会有好名声 或者你有好名声 你就可以服事得更好 你会被圣灵充满 或者你被圣灵充满 你就会好好的服事 然后你就会智慧充足 你就会大有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不要被动的成长好吗 我们要怎么样 主动的成长 如果教会里面你看到什么事情没人做 你就说我来 我最近听到一件事情我很感动 有一个弟兄 跑来说 教会的灯 我可不可以把它换掉 换成更省电的灯 他要来换 这是为主做的 他说不要告诉别人 我就要把它换掉 可以不可以 当然要经过我们同意嘛 对不对 不然明天一来 怎么变成红灯了全部 要经过大家的同意 可是 如果你的教会没有看到有一些没有人做的事情 你说我来做 特别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来做 否则 或者至少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 看看你的同事是不是越来越喜欢你 看看你的邻居是不是越来越跟你谈得来 这个是为主做 不是为人做 所以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好不好 天父我们向祢献上满心的感谢 祢是我们的主 祢是我们的神 当我们今天在这边剥饼的时候 我们发现 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 所以我们就愿意为祢在地上而活 主啊我们巴不得在我们信主成长的年日里面 有的时候不得已 祢给我们一些被动的成长 那个是祢希望我们有一个大的进步 大的成长大的要劲 可是我们也承认我们害怕被动的成长 我们求祢把那个主动愿意服侍人 服侍神的心把它活出来 求祢也赏给我们这样子的心 让我们学习 因着我们内心正确 我们渐渐的友好名声 让我们切勿恳求有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求祢让我们愿意不断的学习 操练让我们智慧充足大有信心 求祢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谢谢主今天早晨聚集我们在这边一同剥饼 一同团契一同交往 一同敬拜 这是祢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向祢心上感恩 我们现在要分散 我们也求祢恩待我们所带来的奉献 特别我们为猜船的工作祷告 我们的宣教师在外面 主啊主啊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 求祢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愿意奉献 主啊我们也求祢恩待我们 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 知道祢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就学着和众人一样 讨祢的喜悦 证明我们知道 我们得柴获的能力 是从祢那里来的 我们现在就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